眼睛都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十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右眼异常就医 近视罕见的乳癌复发 眼睛那边就怪怪的 那个时候眼睛其实大概就不太能动了 就是右眼 右眼了 然后就想说那时候就 不然这样好啊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 对啊 然后就是去脏肌肿院那边去检查 然后就是化验之后才发现哇乳癌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一万七千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谈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五到十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 百分之七十percent的 它都是荷尔默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 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相对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型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 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型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 它占了70% 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喝吐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喝吐阴性的 喝吐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 就是说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同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 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拿到乳癌 我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 并有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1到5公分 那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 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心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泄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电影哟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也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 子英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也可以找到 你是属于哪一型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了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 大部分人说我好像了解了 我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它 面对它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如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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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